歡迎收看愛上9點 謝謝男生觀眾朋友熱情的收看 來 今天咱們這個兩位嘉賓朋友 這個實在應該算是稱呼為 一組嘉賓朋友 沒錯 他們兩位是一體的 對 他們竟然就是夫妻啦 對 再要不就是連題音 妳才是夫妻還是連題音 當然是夫妻囉 一起來歡迎余冠華 方文玲 嗨 憲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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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好… 其實我跟他們兩位認識是比較久 他們兩位不要說我們聊一集 我們聊18集都聊不完 真的嗎 故事太多了嘛 我們話又多 對不對 今天來了這兩位 他們算是以前我跟冠華 應該算是民歌餐廳裡面 對 其實你是我的學長 那還用說了 在那個金門的文化工作團 對… 其實我是尋著你的軌跡在做事情 那時候就是組了一個 熱狗歌唱團 Hotel Band 對… 什麼… 在金門前面這個第一個熱門的Band 真的 而且還開了一個叫做Frost Popular 演唱會 第一流行演唱會 這怎麼那麼噁心 後來我就尋著你的軌跡 因為我去文化團的時候 你已經配合了 我就組了一個 城市獵狗合唱團 對 然後在金門高中 也開了一場很轟動的搖滾演唱會 這個就厲害了 有沒有看他 那時候我們還唱是不是的 是不是這樣的夜晚 所以你看我們聊起來 有很多是你不明瞭的 你要不要這一集 你先去忙一個別人 這個我也不明瞭… 你也不明瞭 所以我告訴你 今天我們訪談的一個內容 有一種很可愛的叫什麼 有一種夫妻有沒有 你們兩個雖然結婚了 但是我比你還早認識你老公 對 那種感覺是不明瞭 但是今天不是這樣 你們比較早認識 今天不是… 今天只是因為我是他的學長 明歌餐廳的冠華也唱很多年 對啊 在明歌餐廳那時候退 當兵前跟退伍後 然後到出唱片以前 當兵前跟退伍後 當兵前就唱了三年 當兵前退伍後 怎麼聽起來好像 對 生產前生產後 當兵前唱了三年 退伍回來之後唱了一年 然後出唱片這樣 我明歌餐廳的資歷 周華健都還在我後面 你看他唱多久 憲哥這麼早出來 很早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憲哥在民歌界裡面 他也領有一張這個 民歌界的戰士受填證 是… 我等於是老兵 對 也是很資深的 李明得理你知道嗎 那個真的資深 因為他唱我上一班嘛 我是黃金時段的 我唱他下一班 就是說在那整個時段 我那個是最重要的時段 我們那是300的 他們前面是250 我講250跟300 你一定有感覺對不對 小弟是從 你一小時一百七啊 稻草人 而且那時候我是那家店的台住 台大對面 台大對面 對不對 結果我唱了兩個月之後 老闆就倒了 跑到巴西去了 瞭解這個還真瞭不完對不對 這個感覺我們已經老了耶 老了 不會吧 沒有人就是要認老 要扶老 我知道民歌西餐廳就是牧船 牧船 可是其實我一直在 最近一直在常去想到一句話 就在書上看得到 Pro My Connie Beatles的那個精神領袖 他50歲生日的時候 他說我今年才50歲 我已經迫不及待了要繼續去寫 更多好聽的歌 所以我們今年才28而已 對 現在年輕了 我們今年才36歲 還很年輕 文玲 你老公在家裡一直都這麼冷嗎 我今天還聽到一個很冷的笑話 講了一題 一個骷顱頭 走到一個Pub裡面去 跟那個Bartenter說 老闆 給我一杯啤酒 再加一支拖把 夠冷了 骷顱頭 因為他啤酒一喝酒就活 就泊出去 所以他還要一直偷打 然後酒就 我一杯 你不知道要講什麼 先跟我講 他人都不可以講 好冷 來 我們總有禮物送給人家 這個是一個大禮物 什麼禮物 很好啊 這個是最近很流行的 跟妳老婆還有配色 好像夫人接受 憲哥你怎麼 我就帶走囉 我帶走囉 妳還帶多正點 因為你知道嗎 我帶的脖子不舒服 對… 但是聊到兩位實在是聊不好 我們要來唱一下歌好不好 那個妳以前那個不一樣的女孩 真的是紅旗一時啊 對啊 而且那時候是最有名的玉女偶像 對… 來一下要不要 現在也是 可以 在妳心目中永遠都是對不對 我忘記怎麼唱 好貼命喔 我那天拍戲在愛迪達的那個用品店 一眼就看上那一套少數女的短褲 跟那個T恤 後來我一眼就覺得 這個雯林穿一定很好看 後來拍完戲不囉唆 兩千多塊一套耶 直接買下來 天啊 怎麼這麼奢華呢 對 她說這個小女生穿的不適合我 我跟她說店員說很適合她 她就穿起來真的很好看 妳… 她們夫妻之間的相處之道 在這裡已經披露出來一點點了 對啊 而且我要是女生一定會覺得很感動 因為老公會這樣送衣服給妳 對 她們等一下還要跟她們 有 她們兩個很喜歡 跑到M字頭的地方去 麥當勞 妳以為什麼 Motel Motel 兩位不一樣的女孩來一下 當你多情地看我 是否她的影子還在你心中 如果妳真的愛我 就該在夢中把名字交錯 OK 有沒有看到 這當事人就在這個地方 就把它OK掉 為什麼你知道嗎… 歌詞不記得嗎 不是 所以只好前面就先歌 後面就剩定了是不是 不是太久沒唱歌了 來…帥哥… 我們這個余冠華他這歌藝是 真的是沒話講 火靈過語好不好 來…Music 好好聽 沒錯 謝謝 好聽喔 真的好聽 好聽喔 尤其我常常後悔自己 為何如此漂流不定 其實我不喜歡 也不願看你傷心 更不願擁有的只是眼中 看到你的點點 我淋過雨 讓風雨打通我的心 直到如今 我還不知如何學習忘記你 我淋過你 別再為我嘆息 但是今晚請原諒我的情緒 只因為我太在乎你 這麼好的歌藝 觀眾朋友 我們耳朵肯定沒有龍嘛 對不對 好不好心裡面有數的很 終其一生你好久沒有出唱片 你有沒有拿過金曲獎 沒有 沒有 台灣怎麼了 對啊 唱歌這麼好 偏偏我拿過 剛剛歡迎我的魚冠華槓唱 見嘴天王 吳宗憲 臀槍舌戰互不相讓 不是 天理唱我願意不是嗎 我願意… 我願為你 那個 這也是很棒的技巧 今天我承認我們唱我們的歌以來 就今天我們是吳吳婆 我感冒第六天 剛好今天也有輕微的知氣管言 剛剛化妝師建議我趕快把眼界解掉 我唱300 他唱175 對啊 價錢 你是名牌耶 我們是這個工人級的歌手 但是我製作過金曲獎 得獎者的唱片 對不對 誰的… 就是你啊 我會想你這張唱片 對…不是同一張 但是這幫我製作 對 不是同一張 對 我跟袁為人嘛 小胖嘛 等於是大道順風車啦 對 這個整個來講 你有沒有拿過金曲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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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怎麼了 對啊 唱歌這麼好 偏偏 我拿過 我拿過 來 憲哥你… 我沒有別的意思 你才應該唱175的 唱175的 他不是說他 我唱300 他唱175 對啊 價錢 你是名牌耶 我們是這個工人級的歌手 但是我製作過金曲獎 得獎者的唱片 對不對 誰的… 就是你啊 我會想你這張唱片 對…不是同一張 但是這幫我製作 對 不是同一張 對 我跟袁為人嘛 小胖嘛 等於是大道順風車啦 對 這個整個來講 不是… 回來… 你老婆還在 你去哪裡 不要生氣 不是 來賓不用做那麼大動作 你看人家育女永遠做得好好的 是… 當時是這樣 我會想你那張賣了幾張 三十幾萬張 三十幾萬張 觀眾朋友怎麼會覺得 吳宗憲的唱片 能賣三十幾萬張 那叫什麼 See the ghost 這是中文的見鬼啦 是不是這樣 不可能 真的 我會想你那個 沒有你的日子 我會想你 黑暗零時候我會想你 我無法抗拒你 給得點點滴滴 該怎樣把你忘記 你看我這個人是怎麼樣 遇到老朋友來就拚命聊自己 你知道嗎 不是 我老公也特別的興奮 我還好… 我還滿心如止水的 OK… 他其實他上節目還算滿悶咖的 對 可是怎麼跟他今天好活潑 遇到熟朋友 我們有很多可以聊了 蔡中正 對啊 這又感傷了 對啊 因為正哥 我想我跟文玲姐還是去隔壁桌聊 因為說真的 正哥的告別式的時候 我去見他最後一面的時候 我真的眼淚都流出來 他就是幫我寫 是不是這樣夜晚 你才會這樣想起我 那個製作人 他也是文玲的製作人 對啊 很年輕 然後就是過往了 我跟他太太講 我說沒有關係 刺鳥只為一次長迷 刺鳥你知道嗎 沒有 就刺鳥這種鳥 牠一生…牠活了一輩子 然後就逮到 飛到最高的地方 飛 飛到最高的地方 然後對著天空 對 我們的音效師很辛苦 一會兒感性 一會兒又要跟你 沒關係 這個就是因為它跪的原因 想起我 是不是這樣的夜晚 你才會這樣的想起我 感傷耶 這樣的夜晚 適合在電話裡 這樣的夜晚 適合在電話裡 雖然幾句小心的彼此問候 牽著牽未來的手 是這樣的日子 需要改變 你的聲音真的好好聽 你沒有得金曲獎 我覺得是 我也有一種… 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遺憾 其實這個 我們兩個唱歌的功力 還是看得出來有差別 因為功力比較差一點的人 唱歌需要用麥克風的 沒有… 今天我們兩個是 但是你看我的麥克風 始終維持在這邊 因為我用我的自己的嘴型 跟聲音的控制 不需要 看得出來 這個是一個技巧 我也是聽你唱我願意不是嗎 我願意為你… 那個 這個也是很棒的技巧 今天我承認 我們唱我們的歌藝 就今天我們是吳吳婆 我感冒第六天 什麼 剛剛我今天也有輕微的支氣管炎 剛剛化妝師建議我 趕快把眼界戒掉 現在我們剛剛聊第三點 總共72點 是 兩人是標準的搶前夫妻 真的嗎 這個要老婆來講一下 妳老婆等於是我乾嗎 什麼 有嗎… 現在是拚命什麼都來一下 沒有啊 其實…我們兩個 也很少曝光在螢光幕前 說真的 而且我們今天來錄影的節目 錄影費也不高 對啊 因為是您主持的 我們哪個都不高啊 對啦 主持人通通把人家拿走 對 製作人 製作人說 預算全部都給到主持人那邊 討厭 像我們這種做公益的人 我們就不是 真的 你們本來都是 你看歌手嘛 歌手… 玉女歌手 實力派歌手 台灣的唱片業 謝謝我們政府的得正 導致於它全面垮掉 然後你們只要轉到 變成演員嘛 戲劇 對啊… 這個不就是 其實拍戲我在出 出 出道前就拍過戲 然後出道以後 就紅了以後 也是一直不斷在拍戲 因為演戲我滿喜歡的 所以搶錢還好啦 應該 應該 我老公比較辛苦啦 對… 對啊 因為 剛剛說要唱片工業 一垮了 你看 我到現在七年沒有出片 但好消息是 今年要出新唱片了 真的嗎 對 今年 七年沒有出片 我告訴你喔 人家說養兵千日 用在一張 用在一張 一張 哪一張 麻將的哪一張 就這一張… 這一張 他說一張啦 我會聽成 他說一張唱片 用在一張唱片 一張 你有這個朋友在 我六個節目都第一名 我告訴你 無限量的打歌 好不好 你的MV就拿來我的唱 我的這個節目裡頭也播 後也播 好不好 那價錢你跟製作單位 每次聽你講話都是最重點 是最後一句 我們電視台經營也很辛苦 對啊 然後這七年來 其實我沒有轉型 我只是很樂於的去做很多的工作 在這麼多的工作裡面 得到樂趣跟成就感 目前烏來有一個遊樂場 自己的吧 在這七年裡面我做了很多東西 烏來有一個遊樂場 不知道耶 對 然後有一個餐廳 然後10月16號要開幕一個 溫泉的養生天地 一個溫泉度假村 在我的遊樂場那邊我還有一個 台灣的第一家的溫泉霜淇淋 見鬼了 我們根本是這個企業家第一代的 創辦人 沒有霜淇淋冰可以吃對不對 但是我用的是烏來的碳酸溫泉的水 來調和我的霜淇淋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溫泉水泡了可以對皮膚好 但是事實上碳酸溫泉是可以喝的 每天可以喝500cc 它不能太多 太多會造成那個 那個叫什麼 腎結石 對 或是尿道結石這樣 對 你結在裡面的話 你就會很痛苦 你不知道的話問Nono Nono就是因為得了腎結石 是嗎 真的… 所以她不是前陣子有什麼AV女優 說什麼她 什麼尺寸又大又長 又長 對…其實就是靠幾顆聖結石 在沖場面 對 沒有排出來 就好大 對不對 其實那個總大跟大是不一樣 所以要弄清楚 余太太你好 問一點女人家的事 那雯玲姐在你們就是夫妻相處的過程中 余大哥有沒有做過什麼 讓你覺得很感動的事 妳會不會問 妳會問這個這麼普通的問題 妳看 生小孩痛不痛 對不起 不能這樣問 這樣問沒禮嘛 余董事長 生小孩痛不痛快 因為兩次的生產 我都跟進產團想唱 然後我都帶著Viva去拍 是嗎 對啊 醫生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余本華報的美人歸 竟然成為全民公敵 你當時娶了她你知道嗎 你得罪多少人 對啊 她一狗票人 當時只要是男人都罪過她 沒錯 那時候就常常會有人開玩笑 妳跟我娘子結大了 為什麼 因為我好喜歡妳太太 然後被妳取走 胡宗憲 余冠華 最愛的龍蝦姐竟然是 聽說你們玩一次 然後給孩子 是嗎 玩一次是玩一次 給孩子是有小孩 其實我覺得可能是 但是就 當然就醫學來看 好像龍蝦姐 又跟這個沒有直接的關係 什麼龍蝦姐 是 我們上次講說龍蝦姐 然後那個余美人她說 龍蝦根本沒有血 那是她的尿 是嗎 對啊 我也是 我喝過這麼多尿 生小孩痛不痛快 所以兩次的生產 我都跟進產帆 產帆 產帆 然後我都帶著Viva去拍 是嗎 對啊 醫生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妳怕不怕血 我說我不怕 因為她常碰到的案例是 男生看到血之後就暈倒了 結果我們不知道該先救那個孕婦 還是要先救她的老公 所以 但是後來我雖然不怕 但是看到那個血真的是 在看到小孩子出來的那一刻 是真的是覺得是非常驚訝 以前我覺得一台這麼大的飛機 在天空上飛 就是一件很令人驚訝的事 驚訝 但當你看到小孩 從媽媽的身體裡面出來的時候 那個才是真正的 最奧妙的一件事情 對… 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 所以這個 聽說 你們玩一次一次 然後找孩子是嗎 玩一次一次 找孩子是有小孩 好… 你的英文…我都不太懂 我要重新去思考 就是一槍出了一條人命 對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你們當時第一次這樣 好 其實我覺得…可能是 但是就 可能當然就醫學來看 好像龍蝦血又跟這個 沒有直接的關係 什麼龍蝦血 是 我們上次講說龍蝦血 然後那個余美人她說 龍蝦根本沒有血 那是她的尿 是嗎 對啊 她說喝的是尿 我也是 我喝過這麼多尿 對 她龍蝦沒有血的 那是尿 那也是尿是不是 對啊 沒有 那個應該叫做她的體液 組織液的東西吧 不是尿啦 余美人也真是 沒有人敢喝嘛 她就喝了一杯 裡面一定會餐大量的酒嘛 其實那個我想沒什麼 因為我從小 我在山上長大 所以我從小就吃一些獵物 獵人打到獵物 我自己的親戚都是獵人 像什麼飛鼠 山豬 都是家常便飯 山腔 你有很多親戚是獵人 我自己的親戚 包括我自己 其實我自己也是獵人 有一句話我要問一下 是 你的親戚有沒有吃過我的親戚 是嗎 你的親戚是 說簡單一點 吳鳳是不是你們殺的 其實吳鳳的傳說很多耶 吳鳳鑽當時在民國那個年 你能不能叫你老公 不要聊得那麼正經 他只要稍微丟一點 你都能可以聊耶 吳鳳當時為什麼會被打死 你知道 模仿表演得不像 他模仿聖誕老人嗎 吳鳳鑽磨 吳鳳鑽的聲音 他們兩個的婚姻 在當時傳我一個美談 但是問題是 你們等於是姐弟戀 對 姐弟戀就算 差十二歲 你看這個是很大的差 誰… 有時候會覺得很訝異 大十二歲 怎麼樣去相處 等於是跟小弟弟在一起 憲哥沒有差到十二歲 除以三啦 差四歲是嗎 差四歲啊 對 搞錯了 那聊別的 兩人倆 有姐弟戀會不會遇到挫折 剛開始會排斥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會 跟一個小弟弟 對 跟一個小弟弟 然後就會排斥 講一下你們是誰主動追求的 或誰先表示 對啦 應該算他先表達他的心意 可以聊一聊那個過程嗎 那個過程其實要追溯到 我在學生時代 看台式的綜藝金榜這個歌唱比賽 他是十次的衛冕 然後每天禮拜四晚上九點半 我都要守在電視機旁邊 天啊 看到自己的偶像這樣 對 其實誰都不看 就是要等著他出場 然後看他有沒有繼續衛冕這樣 然後那時候這個就跟媽媽說 這個女的就是我以後 喜歡的那種 可以當老婆的點心 天啊 你當時娶了她 你知道嗎 你這個得罪多少人啊 對啊 她一狗票人 當時只要是男人都罪過她 我們那麼熟了 你講的話實在嘛 對不對 你看那個時候看她一出來 不得了 方文嶺那個 非英三書的那個年代 不得了… 對啊 那時候就是常常 會有人開玩笑 你跟我梁子結大了 我說為什麼 因為我好喜歡你太太 然後被你娶走 這個叫莎士比亞講的 她說她追求一個女生 比如說我要追她的時候 然後她講了一句話其實是一樣 莎士比亞她說 不是說我愛你這樣 而是說 這位小姐 從今天開始 我與全天下的男人為敵 然後那女生想一想 真的嗎 這樣 就是這種感覺 對… 然後你還可以跟自己的偶像 相戀相愛 對 後來 退伍回來之後 進了唱片公司 一進到 第一次進這個門之後 然後就看到 她背對著我蹲在那邊 然後在跟小朋友在玩 我以為你們廁所是開放式 背對你蹲在那邊唱過大路 然後我那時候還不知道她 然後走進會議室的時候 走進會議室的時候 老闆才告訴我說 你剛剛在外面有沒有看到文玲 我說那個是她 我才知道我的偶像出現 後來有機會跟她 在她的專輯裡面合唱一首歌 她等於是戴心人嘛 然後我們就唱 我的心 我的情 這首歌 很甜蜜的一首歌 然後後來我就有這個機會接近她 然後就 其實我覺得很多事情 你不要繞太多圈子 也不用用太多腦筋 就是有時候說話 你只要把心裡面的東西講出來 叫不需要經過腦子 或是不用經過太多太多的事情 你現在是說方文你沒大腦對不對 不是… 你這個很不理嗎 我以為我是在跟你分享 他的意思我想應該是 很直接的表達 不要去想太多 不要拐彎抹角這樣最好 對 你們有一個共同好朋友 那個葉歡有沒有 現在還要聯絡嗎 有… 想起她 我覺得這個覺得好好玩 你怎麼會提到她 我跟差不多十幾年前我們兩個 你追過她 不可能… 我告訴你們 藝能界裡面 好多人都追過 真的沒有 你問她…我從來沒有 我在藝能界裡面 我對愛有自閉症 我得了愛無能跟愛自閉 這兩個意思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別忘了 我十幾年前就有小孩 但是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不可以 感覺我喜歡你 我可以表達我喜歡你 但是我卻不能去跟你在一起 這是所謂的發乎於情 但是只乎於禮 要不然有一天 我的小孩看見的話怎麼辦 我當時是這樣 這個聊多了 我要說的是 葉豪 那個保密的功夫真的很厲害 我們那時候我們一起做唱片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你 當時是有小孩 對啊 但更早以前 我有小孩 我跟每一個人講 誰理你 你又不紅 十幾年前我說 吳宗憲有生第一個小孩 誰理你 你很恐怖耶 你可能… 你可能有預知到 未來你會這麼紅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已經 往巨星的一個姿態去塑造自己 你懂嗎 真的很厲害 小孩現在一定很高興了 對 因為都可以講說爸爸是 但是全世界可能都 甚至有一個新聞工作者 他自己跟某人發生一個什麼 叫周玉寇 還寫了一篇文章說什麼 什麼吳宗憲不要他的小孩 什麼那些 後來證實他是胡說八道 當然 這些新聞媒體 絕大多數是台灣的亂源 是 沒有錯 尤其是跟薛果有關的 你最害怕的 很恐怖 但後來知道我真的 你看我要面對那麼多人 我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爸爸 你有沒有還給我一個公道 真的 我親口聽到 就是憲哥打電話給他小孩 然後都是好爸爸的口吻這樣 就是吃飯了沒啊 你這麼多年來得到這麼多 但是沒想到你的壓力 卻是別人的倍數 你有沒有發現 OK 沒關係 聊到夜歡你知道嗎 我們一起到那個馬爾地夫 我們兩個生命裡面第一次潛水 就是一起下那個海 十幾下到差不多20米深的海底 一片烏青馬黑 就你們兩個 還有一個教練 教練 對 我們會把它撇開的嘛 然後呢 我們想要自己游啊 對不對 在海裡面那個 海裡面是叫做內太空耶 那是外太空 那是內太空 你漂浮在那邊 然後很好玩 然後後來上到路上來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先上來嘛 那個教練還在游嘛 我們等一下上來之後 他那個游泳褲太小了 對 夜歡 然後呢 他那個 有跑出來了 我就很想看 你媽 我等一下打電話問他 那個有可能是腿 腿哪有那麼長的 哪有 對啊 然後我很想跟他講 我就 夜歡 你 可是我們是訪問他們兩夫妻耶 對… 對 跟夜歡什麼 是我好朋友啦 印象… 令芳文妳覺得就是說 這個男人我覺得我可以嫁給他 然後留下深刻印象的 有沒有那個點 那一點是什麼 這中間我們談了 談戀愛談了三年多嘛 然後我們當然也是因為 就是先懷孕 對 對 有小孩 然後但是我們 一方面我也覺得自己年紀到了 然後該結婚 該生小孩子 對 然後也覺得 他是我在生命裡面碰到的男孩子 應該是算是 最讓我 最疼我 最愛我的 對 而且他很孝順 因為跟我當初想說他年紀很小 根本沒有關係 因為他很成熟 很穩重 然後對媽媽很好 你看一個大男生 他還可以跟他媽媽這樣 手牽手去看電影 你有這樣子嗎 是啊 還被人家 我如果跟我媽 我如果拉著她的手這樣去看電影 明天寫出來就是說 吳宗憲疑似墮入 就是反正就一陣亂血 有 我有一次有被抓包 然後是他弟弟看到 在天母看到 旅館華幫我您最愛汽車旅館 又會去 聽說兩位經常出入Motel 有嗎 那你洗不洗下去 好 好 那兩個人會不會玩角色外 就是說今天你演黎明 你叫他舒淒這樣 所以就是那種 有一種是那種家庭主婦跟雪墊功等 但是那個只是玩笑啦 不是真的變態到 覺得自己是黎明你知道嗎 不會啦 這一定好好玩 有的時候我會跟他開玩笑 有時候我會跟他開玩笑 今天你老公不在家 這樣 那只是玩笑 我以為是有被抓包 然後是他弟弟看到 在天母看到 然後打電話給他開玩笑 有看到你老公 一個有年紀的人喔 在逛街喔 結果原來是我媽媽 不錯… 好強 你看這個 一個男人一旦孝順了就好了一般 我們看余慣華都會覺得 這個人看起來很古板會不會 一般一眼 對 不是很活潑的感覺 他很浪漫 真的嗎 怎麼樣 會很多花招 什麼花招 有送禮物或什麼東西 浪漫嗎他 他很浪漫 他真的很浪漫 我是比較實際實在的人 講一下余大哥是怎麼求婚的 求婚的時候就是 但是我剛剛雖然說很多事情 要直接的用心去講 但是有時候也要拐彎抹角一下 譬如說那個時候 跟他對唱歌宣傳完了之後 我就問他說 那我幫你唱這個歌 唱片也賣得不錯 你是不是該請我吃個飯這樣子 所以我先拐個彎這樣 有必要 我們就去海擦天嘛 對 對 海中擦 是…那沒關係可以講 擦中天 是… 那湊起來我們當然就是中天海 對 其實選擇那邊的 就海中天有什麼關係 選擇那邊也是有預謀的嘛 因為那邊離海邊比較近 對啊 我一直覺得這個 海邊 對 海邊是一個這個情場的 非常的這個讚的一個地方 假裝就是跑海邊然後跌倒 全身都濕了這樣 倒還好 不用那麼激情 只要說到海邊是很有機會 可以牽到手的 聽說兩位經常出入Motel 有 有嗎 誰告訴你的 這個製作單位經常派出眼線 對 有研究過 那妳喜不喜歡去 好… 因為妳自己家裡就複製得像Motel 這麼棒 見鬼了 你們是… 其實… 我們很喜歡比如說去北投泡個溫泉 這樣子 對 其實妳知道嗎 我們的家也很棒 我們的家也 也不會輸給高級的Motel 為什麼我們還要去浪費那個錢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是去享受那個兩個人 一起開車偷偷摸摸這樣 進去的時候 偷偷摸摸 還要付錢 還要這樣遮遮掩掩的那種感覺 兩個人會不會玩角色扮演 就是說今天妳演黎明 妳叫她舒淇這樣 黎明 妳叫舒淇 她叫溫氣泡溫錢這樣 但是那個只是玩笑啦 不是真的變態到 覺得自己是黎明你知道嗎 不會啦 這一定好好玩 有的時候我會跟她開玩笑 說今天妳老公不在家 這樣子 但只是玩笑 所以就是那種 有一種是那種家庭主婦跟水電工打 對… 沒有 還有他們有夫妻玩得更狂野 後來玩到最後翻臉了 就老公開始 玩… 然後結束了之後 耶 不錯 妳服務不錯 然後丟了一千塊 一千塊給妳 耶… 然後就準備要走了 她老婆說好啊耶… 來找妳兩百 耶 你懂那意思嗎 兩位到摩托爾去的話 小孩要放在哪裡 我們小孩都很大了 小孩都在家啊 不會擺在櫃檯吧 幫他們放一下 很快15分鐘 家裡有人可以放在家裡 其實我覺得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很多的人生用錯誤去累積 我們做錯很多事情來得到的經驗 但是我做對一件事情就是 很早投資 很早生小孩 對 我指的是投資是小孩 對… 所以我現在老大小二 然後九歲 也已經自己可以自主了 自己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了 小學二年級 小學二年級 就可以自給自主 對 譬如說他可以自己去拿東西吃 他可以去倒牛奶喝 很多事情都不需要 小學二年級已經有金銀副業 你不要會啦 真的 其實他一直會是我們的主業 因為其實我們這麼努力工作 都是因為這兩個小孩 給我們的力量 是… 我們還聽說什麼 生小孩有靈異傳說 怎麼會有這什麼 對 那個是…碰 我以前跟妳提過 我也忘記了他是誰 他是在一個節目裡面 一個預言家還是一個命理家 然後他就 他在不了解我的情況下 他說我有一個兒子 對 但是我沒有兒子 我們只有兩個女兒 是兩個女兒 對 所以他那個預言可能是認為說 以後我們還會再生一個兒子 可是你已經結紮啦 是嗎 對啊 其實我 我以前有個唱片公司的老闆 他很喜歡算命 王慧英 他常帶我去算命 然後好像也算出我的小 就是說我有三個小孩 對啊 然後也算 也說我有兒子 所以我們生了兩個女兒 都其實還滿想再生的 是嗎 對啊 但又覺得年紀還滿大就想算了 那就不生了 會不會遺憾 其實他跟小孩像他兒子一樣 對 早就決定不生了 不生了 要生就不會去結紮啦 對啦 我覺得結完紮之後 又要去把它綁回來 很丟臉 沒有 余光很擔心的方文寧懷孕 對 為什麼 我不會擔心 因為我只會懷疑到 我的金蟲太猛了你知道 它可以衝破 衝破結紮線 9點半 什麼 因為剛剛結完紮 你講的我們都快6點半了 因為剛剛結完紮的時候 前13次還是會有懷孕的可能 有殘留 對 殘留的金蟲還是有的可能 對 前13次還是有懷孕的可能 所以 你在擔心什麼 沒有 我只是 因為我不知道 對 但是有一些醫生 如果他的醫術不是那麼好的話 金蟲又稍微強了一點的話 我想再懷孕的可能都還是有 對啊 有一個女生嘛 一個女生跑到醫生那裡 檢查完畢 醫生跟他講 小姐 小姐 不好了 你懷孕了 那我結婚了呢 恭喜… 但是我老公不在台灣 不好意思 我懷孕了 但他偶爾會回來 恭喜… 但是他結紮了 所以你看這轉折點是很大的 不過你們就是 那就注定就是 有哥哥的小孩啦 感覺好像自己的一樣 對啊 他也在美國求學 其實我也在他身上 花了很多的心思 跟一些費用上面 所以我就會滿期待他能夠 當自己的小孩 對 滿期待他也能夠 幫我們瑜伽爭光這樣 對… 你本身有學瑜伽是不是 瑜伽… 瑜伽 余文華幫問您的恩愛 讓劉真享入菲菲 他們一定有他們的暗號 對啊 劉真還是很單純的 會說要洗衣服嗎 對 要睡在同一張床上 才能夠有這個行周公里的機會 其實這個機會是不一定要睡在一塊 是隨機在客廳或是 會說 你好 兩位是分房的狀態 如果說今天晚上剛好兩個人 這個雲與烏山嘛 兩個人如果是行這個 雨水之歡的時候 完了之後就 不好意思 我回去 這樣嗎 對啊 我會跟他說 就聊一下天啊 然後就… 就在各自回房間睡覺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趕快回去喔 不然你老公回來 你老公回來 就這樣 對啊 我沒有學瑜伽是不是 瑜伽… 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昨晚沒睡好 因為沒有 我以為你有學瑜伽 最近很多來打輸了有沒有 楊麗菁還出了我講 他都幫我們瑜伽爭光 你們兩個就在夫妻的生活裡面 應該也會吵架或什麼之類的 會不會 會啦 也是會有生活上的 不習慣吧 剛開始 很久才會吵一次 但是也沒有什麼好吵 好像都不是在吵架 我還聽有一段時間 是吵到幾乎要談離婚 哪一段時間 有 新聞媒體 當然我們新聞媒體的 我們不當那一回事 但是是確實有 其實我相信每一對夫妻 都面對過 一生中 都曾經談過至少一次的離婚 所以 對 就算我們談到的離婚 其實它是一個好事情 因為我們是在溝通 讓我們往後的日子會更順暢 那個就是溝通無效的時候 一種底線就是大不了離婚 大不了離婚 好 既然我們如果要談到離婚 不如我們好好談 大家繼續用語言 來做這個所謂的communicated communication 是她的名詞 就是溝通的意思 有表現出妳這個內涵的意味 沒有了… 兩位這個相處 他們結婚到現在十幾 九年 還沒十年 結婚九年 戀愛三年 十二年 十二年 什麼九年 結婚九年嘛 戀愛要算進去 不算 分房睡還是睡一起 分房 一直分房 對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她睡覺會做夢 打寶人說唱一支嘴而已 對啊 我真的很猛 我打呼打得很猛 做夢打呼 然後做夢裡面 裡面夢的是什麼打架 她就真的就拳打腳踢 我睡旁邊的人很倒楣啊 對啊 所以只好分開睡 我常會夢到有人 我常夢到有人要來砸我的店 我就會很緊張這樣子 這可能壓力太大 所以你要平常有機會跟我多聊聊天 我很多朋友 他們幾乎在精神上受到什麼創傷 他們跟我聊聊天就好了 我的人生觀超級樂觀 然後帶動給大家的一種 新的思維的一個方向 但是通常這樣的高人 救得了全世界的人 當然救不了自己 每一個人都不會是自己的張老師 但是我不一樣 憲哥 可是 憲哥 可是我想問 如果他們兩位一直分房 那為什麼會有第二個女兒 就突然間敲房門 哈囉 登… 然後突然房門一打開 余光華站在門口穿淚死邊的 打鈴 他們一定有他們的暗號 對啊 劉真還是很單純 會說要洗衣服嗎 幹嘛 對 要睡在同一張床上 才能夠有這個行舟公里的機會 其實這個 這個機會是不一定要睡在一塊的 所以是在客廳或是 她說我們有 妳好A喔 不是… 可能在她的房間啦 妳們會在廚房嗎 或者是在我的房間啊 不行 那邊有…照神不可以 照神 我們還是喜歡舒適的環境之下 還有兩個人的心情 都非常的愉悅的情況下 兩位是分房的狀態 如果說今天晚上剛好兩個人 這個雲雨烏山嘛 兩個人如果是行這個 雨水之歡的時候 完了之後就 不好意思 我回去了 這樣嗎 對啊 對啊 我會跟她說 就聊一下天啊 然後就…在各自回房間睡覺 然後我就會跟她說 妳趕快回去喔 不然妳老公回來 沒看到 兩夫妻看起來滿變態的 而且通常女生都不是會喜歡說 在那個完之後 然後男生會抱她 對 那個是我們在一起最珍貴的時光 對 那個時候我們可以聊天 而且我們畫夾子都會很多 很多話題 然後最少每次都要聊一兩個小時的天 是嗎 對 其實我是最喜歡那個時候 就是那補足不夠的時間 對啊 謝謝 倒還好 應該說 應該說努力的表現 其實想要換取的是後面那一段 對 那一段對談 這樣就… 就對了 有一種男人 他告訴我我也不知道 他最痛恨 他最痛恨就是那種抽事後菸的 有沒有 對 比如說這件事結束的時候 然後就旁邊坐在床頭 點一個菸然後看著天空 剛那麼開心過 你在叛什麼氣啊 沒關係 過了… 對啊 那些文人不是說嗎 男人的愛是我要嘛 女人的愛是因為他要 所以以前的古人的女孩子 他們都是配合男生 對啊… 女人也可以勇敢的說出我要什麼 當然以現在這個女權主義來看來 女生跟男生在這方面是絕對平等的 對 在過去來講有人說 男人因為性而愛 女人卻因為愛而性 性 這角度是不一樣 這有點把男人講得好像動物一樣 對 但說的是真的 本來就是 應驗那句老婆 男人是畜生 女人偏愛小動物 有沒有 好 今天這個非常開心 跟你們兩位聊天 好像這個彷彿時光長得翅膀一樣 回到過去一樣 是啊 你也都不會老了 還是那麼年輕 沒有 心態上年輕 心態上 不過後來我們之前有一些資料 是已經是錯誤了 他們現在也沒有什麼在務 對啊 現在還有很多的事業 人家做得很好 不只如此 余光華這麼好的聲音 妳不再出上面是大家的損失 真的 對不對 好的聲音我就鼓勵人家 好好再出上面 我有叫方文玲再出嗎 沒有 她那個 我早就沒有這個慾望了 真的 不好意思 真的…我了解自己 因為生完小孩以後 那個氣也是變得很弱 對 女生是把這個身材 氣力奉獻給這個家庭 可是我發現她的歌藝 以現在的這個女生的歌唱水準 來講她還算是好的 你老公認真好 沒有… 這個絕對是真心 本來就唱得很好 以一個專業的態度去看待她的歌唱 其實她真的是唱得很好 而且她的Pitch非常準 她音非常準 對 她在誇我 你看 拜託事後聊兩個鐘頭 現在文玲姐在戲劇上的表現 是非常出色的 每一檔戲休息率都很好 謝謝 現在這是另外一個春天 對不對 人生這樣一路走 覺得好開心 但只覺得說 今天時間實在是不夠 照理講 我們今天是錄五集嘛 我們打算只邀你們一組來 就聊五集這樣 然後就可以再繼續聊 可以啊… 但是我們只付一集的錢 好 那我們先去看電影好了 我們還是去約個會 太開心了… 聽到他們的歌 我們希望趕快聽到余冠華的唱片出來 你的信息很棒好不好 謝謝 再次謝謝他們夫妻倆 咱們給他們熱情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下次同一時間繼續收看我們的 愛上9點半 謝謝余冠華 雙雯雯雯雯雯 謝謝